然后说完了第三幕之后 我们再来看第四幕 关于施工的索赔 那施工索赔这个点呢 其实前面的东西考的都比较少啊 索赔嘛 承包人可以向发包人索赔 发包人也可以向承包人索赔 所以呢 我们成立的条件需要有合理的理由 有效的证据 还有呢 在约定的时间之内去进行索赔 这个简单做个了解就行 然后重点在于这个地方 分布分项工程清单 它的费用应该如何索赔 我们这里面呢 分为人工费和设备费 我们说如果工程量增加 人工费赔什么呢 工程量增加 是不是额外的零星施工啊 工程费当然按照 即日工费来进行索赔 那如果工程量减少 是不是导致人员窝工 所以按照窝工费进行索赔 如果设备费因此增加 那我们是按照设备的正常的 它的费用是机械台班费索赔 如果是设备减少呢 你不开设备 倒也不会有太多的费用 但是呢至少折旧和租赁费 你是得给的 对不对 我不会耗电 不会耗油 但是呢会有折旧和租赁费 所以自有的或者叫自卸的 我们是折旧费 然后租赁的 我们叫做租赁费 是这个关系 好 这是一个考点 下面的这一张表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啊 这个表也非常重要 那这个表我们怎么去掌握它 它已经全部占满了屏幕啊 我都没地快没地占了 那我们这表怎么去掌握它 总共17项 那你要怎么想呢 首先我们这个地方的索赔 指的是承包人向发包人 是承包人向发包人进行索赔 那么承包人向发包人进行索赔 主要是哪些原因呢 我认为总共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发包人自己犯了错 一个原因呢 就是发包就是客观上面的原因 对吧 客观的原因 所以这里面17项呢 有发包人的原因 有客观的原因 那我们来去看 什么情况下赔工期 什么情况下赔费用 什么情况下赔利润 我们先说最简单的赔费用 赔费用怎么去理解它的逻辑啊 大家想想 只要我干了活 只要我干了活 又不是承包人自身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我干活所产生的这些钱 我买了原材料 对吧 我花了用了人等等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应该去做赔偿啊 所以呢我们说在费用这个层面上 我们都是除了一种特殊情况 别的东西都要赔 因为我花了钱了 而又不是我自身的责任 我都要赔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说除了哪一个情况呢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除了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可以不赔费用 哪怕是不可抗力 也要赔费用 各位 如果你在以前年度曾经考过 你会知道以前的教材呢 不可抗力是不赔费用的 现在呢 不可抗力也要赔费用 所以只有一项不赔费用 就是什么 极度恶劣的气候条件 好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然后 费用是不是就记清楚了 就记一个特殊 对吧 极度恶劣的气候条件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赔利润的问题 大家看赔利润这件事情呢 什么情况下 业主把费用给你了 额外还要再给到你 你该赚的钱 是不是业主心里面有亏 业主觉得是我的错误导致了这个问题 否则你本来就应该赚到钱 所以业主有亏的时候 才要赔利润 什么情况下业主有亏呢 当然就是业主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吧 导致了我们的一些损失或者延误 所以大家看 这里面只要是发包人的原因 发包人的原因 我们是要赔利润的 所以注意到这一点啊 你去对应一下 有人说哎 不对啊 赵老师 监理人 也没有让赔利润呢 监理 监理人为什么不是发包人 也在赔利润呢 因为监理人呢 监理人是谁啊 监理人是不是发包人的代理啊 监理是发包人的代理 那他是不是就是去代表发包人的 所以发包人要赔利润 那他赔不赔啊 当然赔 对吧 监理人的原因造成的也要赔利润 是监理人对隐蔽工程 他想重新检查 那不好意思 对吧 本来都已经覆盖了 你又打开 那这个利润该赔给我 所以发包人的原因才赔利润 但是有两个特例 一个特例是什么呢 发包人提前交付材料 第三项 还有呢 发包人提前要求竣工 这两条虽然是发包人的原因 但是没有赔利润 为什么 因为人家是提前给了 对不对 提前给了 虽然说不是按照合同工期来的 但是呢 好歹提前给你 也不能算什么错 所以这两项 我们就虽然是发包人的原因 但是呢 不能算太错 所以不赔利润 好 利润大家就听懂了啊 就是两句话 发包人是 是发包人的错误 我们才赔利润 因此发包人两个提前不赔 还有呢 监理人的要赔 对吧 先理人代表发包人 然后再说工期 工期这件事情呢 绝大部分只要延误了工期 我们都是要赔工期的 但是如果不会造成工期延误 我要不要去赔工期呢 是不需要的 对吧 如果没有造成工期延误 就不用赔工期了 所以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发包人提前交材料 发包人提前要求竣工 发包人都在提前交材料 提前要求竣工 那都给你提前了 你这工期不也是往前提前了吗 我凭什么要赔你工期呢 对不对 所以呢 发包人提前是不赔工期的 这是一个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法律法规 引起价格调整 大家想想 我只引起了价格调整 你有没有影响到我的工期延误啊 没有的 对不对 还有呢 发包人的原因导致试运行的失败 和我们的工程的缺陷 这些损失都是带来的是损失 并不存在 并不存在什么呀 并不存在我们的工期问题啊 并不存在工期问题 所以这一点呢 要各位特别的注意 好 这就是我们赔工期的问题 好 这个PVT里面呢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这个是要打上钩的 这个是少打了一个 就是我们 只要是发包人的原因 对吧 除了这两项以外 我们都是要赔利润的 所以这个给他补上 你们的资料里面应该是对的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一部分内容 其实呢 主要就是人工费和设备费所赔的 辨识和计算 还有呢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赔利润 什么情况下赔工期 什么情况下赔费用 好 我们看这一道题 2020年的整体 某一个建设工程施工过程当中 由于发包人提供的材料 没有及时的到货 导致呢 承包人自有的一台机械 涡工四个台班 每个台班呢 折旧费是500块 工作室呢 每个台班燃油动力费是100块 另外呢 承包人租赁的一台机械 涡工了三个台班 台班的租赁费呢 是300块工作时候 每个台班的燃油动力费是80块 不考虑其他因素 承包人可以索赔哪些费用 各位看 是材料没有及时到位 导致涡工了对吧 那机械四台 四个台班 每个台班500 是不是 涡工费是我们的折 就是自有的是折旧费 对吧 折旧费500 然后呢工作时候 每台班燃油动力要不要赔啊 燃油动力不赔 对吧 另外呢 承包人租赁的一台机械 涡工三个台班 租的是不是按照租赁费啊 乘以300 燃油动力费80 不考虑其他因素 问能够去索赔的 是不是就是2000 加上900啊 对吧 等于2900 等于2900 所以正确答应应该是D 好我们看这一道题 他说某工程施工的时候 处于正当 当地正常的雨季 导致工程延误 各位注意 是当地正常的雨季 正常的雨季 你应该是能够预料到的 对不对 它既不是恶劣气候 也不是不可抗力 是你应该预料到的 一个可预料的东西 你早就应该把这一段时间 要考虑好了 应该怎么去操作 对不对 你应该要导致工期延误吗 不应该 所以这相当于是什么 是不是承包人自己的责任啊 因为你承包人自己责任 导致延误期间 又有政策上的变化 是不是还是你的责任啊 对吧 因为正常你在这时间 就应该完工了 那政策变化对你不影响 结果呢 你因为延误了 所以政策变化 要不要发报人负责呀 发报人不会负责 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面的关键词 就是当地正常的雨季 当地正常的雨季 我们应该是属于正常状况 结果你供其延误 承包人自己的责任 所以这一道题呢 是全部由承包人承担 所以这个很容易错啊 2020年这一道题很容易错 好 某工程在施工过程当中 由于发报人设计变更 导致停工 承包人的工人 涡工十个工日 每个工日 二百五十 然后承包人租赁的一台挖土机 涡工三个台班 然后租赁费是八百块 然后承包人自有的一台自卸的汽车 涡工三个台班 然后呢 折旧费四百块 台班单价呢 是七百块承包人可以向八包人索赔的费用是多少钱 那应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我们可以索赔十个工日的涡工费啊 十乘以二百五十 对吧 然后再加上承包人租赁的挖土机三个台班 三乘以八百 承包人自有的汽车 是不是三乘以四百 对吧 剩余的就没有了 我们的这个台班单价是不算的啊 好 这样把它加起来就可以了 正确答案是A 然后再看一道概念题 下列导致承包人工期延长和费用增加事件当中 又可以索赔工期 又可以索赔费用 又可以索赔利润的 A 发包人提供材料错误 发包人提供材料错误 各位想想啊 提供材料错误是发包人的原因 所以要赔利润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说几乎都除了什么异常恶劣气候 都要赔费用 所以费用也是要赔 然后提供材料错误会导致工期延误 所以呢也要赔工期是对的 发包人原因引起暂停施工 是不是这三个也都要赔啊 但是施工过程呢 当中发现文物不赔什么 因为是客观原因 所以不赔利润 对吧 不赔利润 然后呢 承包人遇到不利物质条件 不赔什么呀 是不是也是不赔利润 发包人要求提前交付材料 这个时候我们说 既不赔工期 又不赔利润 对吧 所以你知道他不赔什么 你就可以做这些题了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A和B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目啊 第五目 预付款和其中支付 预付款和其中支付 这个点呢 它主要就是增加了2021年的一个内容 就是农民工工资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今年肯定会出一道多选题的 所以我们要掌握啊 好 他说农民工呢 有按时足额获得工资的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拖欠 这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第二 农民工应该以货币形式去给他们发放工资 通过转账或者现金支付给他们的本人 而且不得以实物或者有加证券 什么意思 不得发点砖头 对吧 也不得去发股票 用别的形式替代是不可以的 还有呢 如果遇到了法定节假日或者休息日 要提前还是延后啊 必须要提前 对吧 因为要保护农民工嘛 你就想是保护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的周期 来编制支付台账 至少保留三年的时间 时间是三年 建设单位应当有满足施工所需的资金安排 没有满足资金所需的资金安排的 工程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也就是说必须得有钱 对吧 依法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的 那么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 如果发现没钱 是不予发这儿的 然后政府投资的项目所需的资金呢 应该要落实到位 不能够由谁垫付啊 不能够由施工单位来代电支付 对吧 然后人工费用拨付的周期 不得超过一个月 所以顶多是发月工资 不能两月一发 然后施工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 要依法定立分包合同 应当约定工程款的计量周期和计量的办法 还有施工总承包单位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开设农民工工资的专用账户 专用户呢 我们是只能用于去支付农民工的工资 对吧 这一部分是专用账户 专款专用的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 应当依法和所招用的农民工要订立合同 并且呢 是实名登记 如果没有进行实名登记的人员 是不得进入施工现场的 现在对这个管得很严啊 第九 因为建设单位没有按规定约定 去及时的拨付工程款 导致施工单位是不是就没法发工资 那这个时候呢 建设单位应当去进行垫付 以什么呢 以没有节期的工程款为限 反正你欠多少 这些呢 如果这个刚刚好够啊 我们的农民工工资 就以他为限去发农民工工资 注意是建设单位 是因为施工单位发不上 是因为建设单位没有给钱 对吧 拖欠了 分包单位对所招的农民工的实名制管理 和工资支付是负直接责任的 那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的 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要进行监督 然后分包单位呢 如果拖欠农民工工资 这个时候你承担连带责任 对吧 所以呢 总包单位应该先行进场 再来去进行追场 而工程项目转包的 如果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呢 也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 反正总而言之 施工总承包单位 为底下各个单位的 他的这个就农民工工资 要负首要的偿负责任啊 好 施工总承包单位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存储工资保证金 专门用于支付承包工程 农民工被拖欠了工资 还有呢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资金 和工资保证金呢 不能够因支付 为本项目提供 劳动的农民工工资之外的原因 被清查或者冻结 或者是拨款 也就是说我们的农民工工资 只能够备用于发放农民工的工资 对吧 那这个账户里面的钱 不能够查封冻结的 你要是说他的这 他的账 比如说施工单位的这些账 对吧 不对 然后呢 我要申请冻结 那不能够冻结农民工工资账户的钱 这个钱只能用来发工资 然后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 或者承包单位分包单位 因为各方面产生争议 你们之间的争议 会不会影响农民工工资的发放 是不可以的 不能够因为你们的争议 来影响农民工的发放工资 然后工程建设项目违反国土的规划 和工程建设等法律法规 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 这个时候呢 建设单位要清偿 注意 如果因为项目本身违法 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 有业主负责 对吧 有业主负责 好 这些逻辑呢 看上去就很复杂 但是对大家来说 也算是常识 对吧 退一万步说 农民工的工资 你总得知道 到底他该怎么办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说 预付款的支付问题 预付款的支付呢 我们可以按照专用合同的约定 来去执行 但是我们应该的时间是这样的啊 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开工日 然后呢 提前七天 我们应该要支付 延后七天呢 这个时候 如果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付呢 我们就可以催告 到这还没有付呢 我就可以停工 这是再过七天 再加期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预付款支付 开工日期七天前要支付 逾期支付预付款超过七天的 那我们有权向发包人 发出要预付的催告 然后收到通知七天 还没有支付的 那么承包人呢 就要暂停施工了 好 然后再说安全文明施工费 安全文明施工费 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主要考点就在这儿啊 我们安全文明施工费 除了相关的约定以外 另有约定以外 发包人应该在开工以后 28天要预付 是28天 然后呢 是付施工总额的50% 其他的再和进度款 一块去支付 而至于时间也一样啊 就如果余期七天 那我就可以催告 再过七天可以停工 然后安全文明施工费呢 是要专款专用 不得挪作他用啊 好 再说进度款的支付 进度款的支付呢 我们首先 有单价合同的进度款 和总价合同的进度款 单价合同的进度款 是按月来进行支付分解的 每个月 我们前面是不是说过 在第一节就 第一幕就说过 对吧 每个月要去报上一个月的 工程量的报告 然后如果是总价项目呢 我们可以按月进行支付 对吧 那就按照总价合同的 计量条款的约定 按月呢 向监理人提交 进度付款的申请单 然后 其他的形式呢 我们说就可以按照约定的 其他的一些方式 反正总而言之 我们都可以按月的方式 好 这一部分呢 主要就是其实前面会有一个农民工的工资问题 对吧 这个是这一幕肯定最重要的 后面呢 就是预付款的支付 还有安全无名收入费的支付 以及进度款的支付 好 我们看题目 他说下列关于安全无名收入费的说法正确的是 基准日期以后 合同适用的法律变化 由此增加的安全无名收入费 是由承包人承担的 B承包人对安全无名收入费 是专款专用 在单独列举备案的 然后经过发包人同意 承包人采用合同约定以外的 安全无名是安全措施所产生的费用 由承包人承担 因为是发包人同意了 对吧 当然是发包人承担 42天以后 安全无名收入费 付60% 128天 付50% 所以呢 ABCD都不对 就是必是正确的 对吧 专款专用 不得挪作他用 好 然后再看这一道 关于进度款的题目 他说合同价款呢 总共16000万 合同约定工期五个月 预付款呢 是120万 每月呢 进度款按照实际完成的 工程价款的80%支付 每月再单独去支付 安全无名收入费50万 质量保证金呢 按照进度款的3% 主月去扣留 然后预付款呢 在最后两个月等额扣回 那承包人呢 每个月实际完成工程价款的金额呢 已经给到你了 问我们第二个月实际应该支付多少 在这些地方啊 第二个月实际支付多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预付款的是120万 但是预付款呢 是最后两个月扣回 对吧 所以每个月呢 扣60万 那每个月实际按照什么呢 我们是按照实际完成工程价款的 80%来去支付 那这个地方给到你 实际完成工程价款的金额 第二个月呢 是1000 所以我的进度款应该是多少啊 是不是1000乘以80% 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然后每个月在单独支付 安全文明施工费50万 所以安全文明施工费是50万 然后呢 质保金是3% 注意是谁的3% 是进度款的3% 所以进度款是800 所以这儿呢 是3% 对吧 是3% 好 然后这个地方 安全文明施工费是单独支付的 然后预付款呢 到最后两个月逐月的去扣除 对吧 所以大家这样看到 我们是不是会800万 然后呢 加50万 是不是再要减掉24万的这个质保金呢 对吧 所以就等于826万 对吧 那如果我们是5月份呢 5月份是不是就除了1200乘以80% 这是我的进度款 然后要减掉我的预付款 再加上安全文明施工费50万 然后再减掉 是不是这一部分960乘以3%呢 对吧 这样再把它给减掉就可以了 好 所以算下来呢 是B 算下来是B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看竣工结算和支付 竣工结算和支付呢 这个地方 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竣工结算的审查方法 那我们不同的合同 我们审查方法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总价合同呢 我们是在合同价的基础之上 然后对一些变更项目 或者恰商的项目呢 去进行调整的审查 然后如果是单价合同呢 我们主要是对综合单价进行审查 所以是对各个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 还有呢 它的价格来去进行审查 那如果是成本加筹金的合同呢 成本加筹金合同就是以成本为主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重点是对工程成本进行相关的审查 所以这是不同的合同 我们审查的内容不一样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竣工结算款的支付 竣工结算款的支付 这里面首先 发包人要签发 竣工结算支付证书 来支付结算款 这里面文字非常多 我给大家把这个文字呢 画了一个图 你就容易理解了 就是发包人呢 在收到了承包人给的成 结算单以后 那这个时候 他有28天的时间 去考虑去审核 对吧 可以提出异议 那28天一过 到了29天呢 你就 必须要签发付款证书了 因为过程当中你可以提出异议 如果第28天你没有给出结论 那么第29天呢 就视为自动的去签发了付款证书 那么在签发付款证书以后 7天以内 那承包人呢 就可以提出异议 那再过14天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 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啊 29天的这个基础上 再过14天呢 我们就可以去到最后的付款时间 也就是说 在我们签发完付款证书以后 7天 承包人提出异议 14天必须要付款 如果没有付 那到第56天 这个时候会发息 如果超过56天 会有两倍发息啊 从应该付款日开始 这个是应付款日 从应付款日开始 有发息 再往后两倍发息 就是这个逻辑 好 那我们再说另外一个问题 最终结清申请单 最终结清申请单呢 我也画了一个图 大家看 你看是先发什么呢 缺陷责任终止证书 缺陷责任终止 就意味着我可以最终结清了 对吧 好 最终结清 这个证书颁发 缺陷责任终止的 这个证书颁发以后 7天的时候 承包人呢 就可以提交 最终结清的申请单 然后呢 再过14天呢 就可以发最终结清的证书 然后再过7天呢 就要支付费用 那如果到这个时候 还没有 支付 那过56天 要发息 再超过56天 两倍发息 所以各位看到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这样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 所以我们 发最终结清的申请书 是在 从这儿啊 承包人提交了 最终结清申请单以后 14天 所以加14天 是在前面的基础之上 加14天啊 不要忘了 不要误解了 这个意思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两个支付 这个简单了解一下就好了 考试考的不多 我们看一道题目 他说 承包人应该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 级证明材料 是不是在我们发了这个责任 没有责任以后 也就是缺陷责任终止 这个时间以后 7天的时间 对吧 最正确的答案是 B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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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